从斯隆斯坡地铁站走过来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我们所在的就是Weddington Square了 右手边 这白楼里面不是很确定是25号还是26号 就是James Bond的007在小说里面所居住的地方 007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作家Ian Fleming 从他44岁那一年开始创造的这么一个小说人物了 在他的第九本小说1961年出版的书里面有这么一段写到 James Bond从他Square里面的apartment出来 然后开车开到了Kinsall的 再开上了Sloan Street 然后开进了海德公园 我查了一下这个土地局的注册信息要 24号是565万英镑卖的 29号呢是在570万英镑左右 这个Square大部分的房子还保留着别墅的风格 并没有被改成一间一间的公寓 那这个Square最贵的一套房子 最近的记录显示呢是16号 它的售价是925万英镑 自己一份订阅的书里面的交代 -628万英镑 作词 李宗盛